三月五日,山东青岛北海宾馆前,许多居民前来维权,因为该宾馆违规圈地修建停车场,堵住了附近居民前往医院和学校的必经之路。 现场一佩戴着党会的领导,嚣张地指着前来维权的市民威胁说,我跟你说,这按照十年前把你埋了,你都不知道。 居民反映,违规建的停车场只有十二个车位,但却切断了一条主要的居民通行道路,只留下一条不到一米宽的人行道。 知情网友,这个宾馆不知有什么后台,居民从2019年就投诉这一问题,但至今仍未解决。 中共官场腐败成性,小官大滩的现象普遍存在。 近日,广东一名村官被曝非法占有60亩土地盖起奢华的高楼和别墅。 对此,当地回应正在调查。 网民嘲讽,事件被曝光了,领导的失明瞬间好了。 3月1日,网报村干部坐拥60亩地用40亩盖别墅高楼登微博热搜。 北京律师郝亦飞揭露,接养普宁皮老村的村书记家中,坐拥21间楼地,整个村子不大,但是60亩地属于他一个人的,而且40亩地已经被他个人盖起了房子,别墅,厂房。 郝亦飞发布的视频显示,他站在一处豪华的宅门外面惊呼,这么大的面积啊。 该村之书的别墅,灰红大气,红墙绿瓦,犹如帝王宫殿。 他说,只一个人的宅基地就6.98亩,还不只是这一处,不远处的那座16层高楼,以及再远一点的大型家具城,也都是个人的。 这个太大的一个产业链了,郝亦飞说,不知道的,还以为是商品房,跟周围的房子,明显就不是一个风格一个级别。 自己在现场就是震撼,其他的没有词汇可以形容。 对此,大陆网民纷纷热议,村干部都这么猖狂了,我们村也是这样,农村太多这样的情况了,都麻木了。 全国都这样,你不知道吗? 村干部可以有很多资产,也有网民质疑,村书记的土地是如何通过审批的。 这些产业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,这些资金是从何而来的? 必须严查。 在舆论压力下,3月1日,普宁宣传部回应称,当地领导很重视这件事,已经在调查中。 对此,有大陆网民嘲讽。 明晃晃一片高楼,爆出来了,领导们的失明瞬间好了。 开始重视了,这难道不是医学奇迹吗? 很重视就很搞笑,这么大的楼,在当地,那还不人尽阶之吗? 从前怎么不重视呢? 楼都盖了那么久,监管的人是真的不知道,还是沆瀣一气,谁能带来真相呢? 这鹅旁宫可不只是给自己享乐,就和萝莉岛一样,里面还伺候着背后的靠山和势力。 不然,他也不敢明目张胆地见,就知道谁也不敢查,查了也不敢抓。 过几天就把曝光此事的人给逮了,也有网民呼吁,查查所有村支书的房产。 大纪元时报遍布全球,不受财团,政党影响,真实感言。 不管是想了解国际局势,两岸议题,或者想要欲娇娱乐,丰富人生, 您需要的都在大纪元时报。 订报转线,0800-566-688。